Hello 各位朋友好 我現在教完球 有少少東西跟大家分享 這是一個 Caring和Sharing的 分享給大家 各位朋友可以用少時間聽 我肯定這個會利益到大家 當然大家 喜歡打網球 很多網球朋友 喜歡鬥球 鬥球 你會很想贏 或者很激烈 當然你會追球 大家追球的時候 要注意 你的動作在不同的方向 當然這個活動是會蓋不完的 有時候 要大家準備一下你的身體 身體 動作在不同的方向 速度 速度 在不同的方向 對方的時間 你知道嗎 你會有不同的速度嗎 有些朋友 他們打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 準備得少 有些動作 但要突然去做 有時候會有機會 出現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你們練球的時候 準備好自己 不同的方向 對方的方向 不同的速度 或者是 走向 你知道大家 不同的風格 你的風格 都要清楚 例如 如果你是一個 底線的球員 你會多一點 左右動的 或者你上網的球員 你會向前 或是向後 去蓋球 或是套你 套神 你遇到套神 你經常套你 那你會向後 這就和大家分享 第一 你會知道的事情 和大家說一聲 Hello 才有些朋友進來 請你分享出去 給你的朋友 這其實我是一個 有時候聽到一些朋友 拉傷 我就會想一下 有什麼 我可以 除了教球之外 可以幫到他們 其實有時候 如果我們 在體能上 做多些 準備好 其實你打球 真的會好很多 其實平時 你的健康都會好些 有很多朋友 見到我們的Live 平時 然後做起身跑步 我都很開心 有時候跑步 Sorry 這是我的錯 我覺得是我的錯 我要多給大家看 就是 跑步是好 有時候跑步 是一個均勻的速度 在一段時間 如果你有時候 做一些HIT 你會知道 我們有時候分享 我覺得我可以 做多一點 讓各位朋友 Hello Regina Hello Hello 你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 至少知道這件事 你可以準備好 防止是比你更好 例如 我今天 少許Live 一段時間 我就要回家 還沒吃飯 先介紹完 我開心 然後就分享給大家 例如 我稍後會做幾個動作 給大家看 請大家留意 那個動作 你可以看完我之後 看看球員怎麼打 Youtube 一把影片看 你看完我之後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自己都可以試一下動作 在底線 那個Tempo 那個Direction 是不同你向前 我今天簡單地說 所以有時候 突然間的動作 你要知道它其實會 不同的動作 那你 有時候 震動一下 STM一下 你至少要準備自己 為那些急動作 因為有時候 你打球 大家都很想 打得好 或者贏 追過球 追得急 你會 有時候 對那些肌肉 你會 撞到它 我希望各位朋友 FREE Live 至少要注意到這件事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 看我 退後一點 例如 我現在先移動在底線 這個位置 是有點軟的 我去 Base Line 打滑 然後再出去 Fore H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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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現在拿出一些動作 Fore Hand 可以去前 可以嗎 Fore Hand 你們可以看到 剛剛 我向前那一下 是特別有些 Urgency 因為我向前 和側近的Tempo 有少少不同 當然 我們向 橫在底線 都會有些 Fore Hand 有些動作 不過 你明明我想 展示給你看些什麼 就是 你突然間要動作 你那個 改變 你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Energy Systems 我們今天 簡單地說 不要太困難 OK 我們不想令到 Live 覺得好像很困難 一個 Anatomy lesson 一個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lesson 不過 你明明明 如果你在底線這樣動 你有一個Rally Speed 你是Moderate OK 你是不要 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那麼 Explosive 這樣 不過現在你突然間要 Bomb 向前 所以那個波 你突然間要 Bomb 很快 你突然間會有一個 很快的Burth of Energy 向前 然後你要封 你預期這件事發生 你知道了 是差很遠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 例如 你剛才看到我 在底線動 也是一個Moderate Speed 當然你底線也會快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就算你是Baseline Style 多一點左右 你都要練 有時慢 和快 Right Longer Speed 如果你是 Attack the net style 你衝上前 Right 當然你可以有時 慢慢Casually Float上去 都可以 但無論如何 有時 有些時間 你會追短波 要急急腳上去 追完上去 有時會Lub你 那你就要Get back Quickly 通常你Get back 你要跑牌 所以 For example 這個Sharing 大家要注意 有一個Nutshell 很簡單 它的Sumrise 就是 注意你們的Style 你的Style 你的Style of Play 你是不是一個Baseliner Baseliner 都有慢的Baseliner Counter Puncher 和Aggressive Baseliner Attack the net 你是不是一個Net attacker 常常上網去 喜歡 Attack Big Pressure 的Oponent 你是不是一個All-Corder 我認為這樣東西都可以 你的Style 你的Style 當你Move along the Baseline 的時候 你多數是 喜歡打慢一點 還是喜歡打快一點 速度 和方向 多一點向左右 或多一點向前 我今晚的Live 只是想和大家分享 尤其是問你自己 這些Questions 問一問你自己 你自己去試一下 快一點Move move 就不要打球 就是 simulate 你visualize 動一下 或者你和朋友 去訂一些球 給你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找個教練 找個教練 外面很多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需要我去幫忙 沒有問題 隨時 reach out 我們可以 揮球 球拍揮手揮 沒有問題 球拍和你猜球 去做 或者打比賽都可以 很多不同的教練 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準備好 你的風格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速度 和不同的能力 系統 你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你打點點 有時候你沒有那麼辛苦 但有些 突然你唱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緊 要休息 要休息 這就是 你的分子 對你的要求 速度 對你的要求 所以 你要想一下這件事 有很多朋友 就跟我說 我這陣子 經常要鬥球 我少練球 你鬥球 你要準備好 你要準備好 你自己 你才可以鬥球 打好一點 所以這就是我今晚的 分享給大家 尤其是 你問一下 問你自己的問題 Hi Daniel Hi How are you 今晚有少許分享 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大家可以請 跟大家 先說一句 YouTube和Facebook的朋友 請給我讚好 如果你覺得合理 請給我讚好 支持一下 還有你分享給身邊的波友 讓他都可以 問一下自己的問題 所以 在最後的日子 是什麼呢 你打得舒服一點 打得放鬆一點 以及少一點機會受傷 因為你已經有一次 在你的心裡 你自己又一次 是會少一點機會受傷的 對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 說 為何我做這個動作 拉上 所以 我正在想 如果要準備好一點 如果要準備好一點 你這些是可以給我 我一直都想大家 放鬆一點 開心一點 以及少一點的音樂 這就是我一向的目標 當然 教學上 大家可以改善得快一點 當然 一向這件事 是無礙的 今天的Live 就想和大家分享 大家 留意一下自己的 style of play 留意一下自己的tempo change in tempos change in direction change in movements 當然 我們的ATPCA level 2 我們有footwork 你的步法 你有不同的lengths 有不同的speed 不同的offense defense 你都要知道 我們會掙扎這些 但今天不是說ATPCA 是想和大家留意一下自己 你留意一下 你清楚自己 你就會清楚你的對手 你就可以有時候試一下 如果你的對手 你不喜歡做的 那就多給他 但這個Live是給大家 因為我想大家 Hello Hello Kony表姐 Hello How are you? 我想各位朋友 都可以留意一下 你自己 然後你可以打得舒服一點 還有少一點injury injury free 這個sharing就到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有一個很棒的夜 多點想一下自己的情況 我們的style tempo direction 不同的speed 好嗎? 謝謝我收睇 至少大家聊 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